Hello大家好 我发现最近特别多粉丝会问到关于绘画工具的问题 对于零基础来说这些工具都非常陌生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在绘画过程当中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 以及这些工具应该怎么去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颜料 我经常在评论区发现有不少粉丝会问到这是什么颜料 是水粉还是丙烯 或者是水彩还是油画 那这四种颜料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 其中呢丙烯跟水粉它们两者是比较接近的 都是用水去调和 丙烯跟水粉的技法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呢丙烯相比水粉来说它干的要更快一些 颜色也要更饱满一些 覆盖力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们在画丙烯画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画错了也没有关系 可以等它干了之后直接再进行覆盖 它可以做一个反复的修改的 那丙烯它又是防水不褪色的 所以呢比较有利于保存啊 所以呢像我们那些装饰画的话 大部分都是使用的丙烯颜料 还有一种呢就是油画颜料 那油画颜料它是油性的 要用松减油去调和 那所以这个油画颜料它其实不太适合初学者去用 那我们初学者可以选用丙烯或者是水粉 水彩颜料呢也是用水去调和 但是水彩画出来的效果呢会更通透一些 一般是画在水彩纸上 但是呢水彩它不易修改啊 画错了就 所以呢我们零基础的话会比较适合用这个丙烯颜料 那我们在使用丙烯颜料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准备这样一个颜料盒 把颜料挤进去放在这里面 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那不用的时候呢把盖子盖好 这样不会干的太快 如果我们自画时间比较长的话 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 在过程当中适当的喷点水去进行一个保湿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画笔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一套尼龙画笔 它这小中大号都比较齐全 所以一套是基本够用的 而且呢它这个尼龙材质的毛呢会更耐用一些 没有那么容易损坏 也不容易掉毛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一套画笔的 那我们在用这一套画笔的同时呢会搭配这样一只扇形笔 这个一般会用来画一些什么叶子呀草呀树啊 用来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机理效果 那还有就是这样一只勾线笔 这只勾线笔一般就是用来画一些细节 像树枝啊勾线呢 这个画笔呢它都包含在套装里面的了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重点讲一讲这个画笔 这个是评论区问到最多的 很多粉丝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画质啊 它是一个纯面材质的油画布 吸水性能会更强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反面 反面它是这样子的 有内嵌一个木框 那画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作为一个成品 把它挂在墙上 那很多灵基础呢 它其实会选用纸张去画 你会发现用纸画出来的效果 肯定是没有油画布那么好的 纸张的话它吸水性没那么强 所以你会发现颜料扑多几层之后 那个纸会变得非常的皱 但是油画布不会啊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画柄细画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油画布 那它除了这个长方形以外 它还有重方形的 或者是你们经常问到这个 这个是圆形的油画布啊 它的材质是一样的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一个盘子 背后同样也是有一个内线的木框的 画完之后挂起来也很好看 除了圆形方形 还有特殊形状 像这样的心形啊 右边形啊 那它画完之后呢 作为一个摆台装饰 其实是非常的精致美观的 那这些特殊形状呢 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去选择了 油画布的尺寸也非常多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色盘 像我这种懒人呢 是非常喜欢用这种纸质的 一次性的一个调色本的 它打开里面是像这样子 一页一页的用完一页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撕掉换下一页 这样的话就是不用清洗 特别方便 调色盘还有哪一种 还有一种是塑料的 一种是木质的 那木质的呢 它不适合用来画饼心啊 适合用来画油画颜料 塑料的呢 那种调色盘 它也可以用来画饼心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这种纸质的 画完撕掉 画完撕掉特别方便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小水桶 那这个水桶是折叠的 所以呢比较方便了 易于携带 平时呢我们用来清洗画笔的 那我们在清洗画笔的时候呢 还要准备一块这样的细水布 用来吸干这个画笔的一个水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美妆蛋啊 这个是出镜率非常高的了 我特别喜欢用它来过度背景 因为它画出来的背景 真的是非常的柔和 那这个女生就非常常见了 那我们在用美妆蛋的时候呢 也有粉丝问到就是 要打湿还是不打湿 如果我们是薄图的话 背景比较轻薄的 我们可以把它打湿 就是整一个打湿之后呢 用这个吸水布稍微挤干它的水分 然后再去使用 太湿也不行 当然你也可以干涂 干涂的话用的颜料就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它干涂也行 湿涂也行 用完这个美妆蛋之后呢 我们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再把它擦干放好 否则颜料干了之后呢 这个美妆蛋就变得很硬了 就不太好用了 所以呢画完之后一定要及时清洗 那我们还有一些辅助工具呢 来看看像铅笔啊 起稿用的 还有呢这个 削笔刀 还有橡皮擦 这些工具呢 大家都非常熟了 就不说太多了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镂空模板 懒人绘画神器啊 这里面有非常多种的图案 那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就可以用上它 那怎么用呢 硬在画布上直接刷黑 也可以用铅笔 先勾勒这个轮廓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填充上色 像这种模板的话 它是可以反复去使用的 它不是一次性的啊 看一下 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湿布去擦拭一下 或者是用清水清洗一下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美纹胶带 一般我们会用它来做一个留白处理 画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画 那它的一个直径呢 就是有宽的也有细的 宽的窄的都有不同的用法 详情可以去参考我们的抖音视频啊 那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撕下来的时候也不会损坏那个画质画布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会画常用的一个美纹胶带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画架 那像我们在家或者是外出写生 都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画架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所有的工具 一个零基础必备的延绕套装 所有的工具都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呢 一套就够了 那关于工具或者是绘画方面的问题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或者是私信 我会尽量给大家一一解答哦 那好 那这期的一个工具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啦 拜拜